大家好,有玩到各位,你献上爱与和平的视频,是吧,第65,孟坏熊第65届福寨视频,决战双方由百花村对照葫芦岛,主是叫百花村,先介绍一下百花村的阵容,百花村的阵容是方寸,方寸武装,地府花生,配上一个大糖,纸上了一个暴力,然后一,然后一,然后一封两辅助, 这个武装是个立武装,是吧,然后再看看对面,对面也只上了一个大糖,是吧,双方碎,然后地府花生,配上一个大糖,可以说双方一共拆两个输出,是吧,百花村应该算上1.5个输出吧,因为这个武装是个立武装,也负责一部分的输出,嗯,这场,这场比赛是福在四进二的比赛,是吧,四分之二的比赛, 小组在百花村和葫芦岛也打了一场,那个时候百,那个时候葫芦岛,那个时候葫芦岛,起败了,厚称是不可战胜的百花村,是吧,阻止了百花村,那时候玩到哥也很惊讶,嗯,葫芦岛这个,这个大糖方是速度相当快,是吧,大家可以看到了, 而且打的也非常暴力,把百花村打的,把百花村打的,可以说百花村是速度的话,速度的话也不,也不能还远,是吧,输的也是力所应当, 这次视频是玩到哥第一次把视频上传到有库上面,之前玩到哥都把视频上传到土豆上面,是吧,可能关注,不关注土豆,可能关注有库的话,关注有库多点的话,你可能不知道玩到哥, 如果你想看玩到哥以前的视频的话,可以去土豆上找一找,是吧,这是玩到哥第一次在有库上面上传视频,嗯,你喜欢玩到哥的视频你可以看,不喜欢你可以不看,是吧,你把声音关掉了,只看录像也没有关系,不过大家网上这么多大神,这么多喷的,希望大家不要骂玩到哥,是吧,玩到哥做视频就是为了娱乐自己,如果你们喜欢也就顺便娱乐你们了,可以不用骂玩到哥,是吧,只是大家抱着试试看的态度,看这个视频,是吧, 看的好,你继续看,不喜欢就不看,然后可以看到对面,因为速度问题,是吧, 百花翠用自己的黄泉窒息打对面速度,黄泉窒息打速度还非常好用的,打的速度也比较多, 一位花生的话,加一位渡舰加速度的话,可能对面有花生,速度就低效,刘云宁之这种小特地的话,都可以低效,是吧, 不过地府的话就不一样了,地府的话是永久降速度,是吧,黄泉窒息,出来几个小手,扯你后腿这样,速度就慢了, 可以看到对面,对面一直是黄泉,一直黄泉窒息,对面大唐, 因为自己大唐没有物力,速度很尴尬,而且好像缝隙的速度也在对面,这场比赛确实不太好打, 而且双方斗是开了团的,这种斗是鸟子,是吧,斗怕自己抢不到速度处于被动, 可以看到葫芦岛对面还是很厉害的是吧,虽然面对百花村,强势百花村一点不触, 不怕你该怎么打怎么打,打得有自己的节奏,打出自己的风格,是吧, 这场比赛的话也是百花村的复仇值的,是吧,因为之前刚才玩到个说了, 那个小祖赛输了一场,我还四千二的话就不能输了,是吧, 大家等会知道,百花村拿到这些复价的冠军了,是吧, 所以说,大家在这里先攻击百花村,确实没人能阻挡百花村了, 只有看来只有赤油能阻挡百花村了,修改后的赤油多坑碟, 完了就不解释了,这已经不是坑碟,它是坑爷,是吧, 然后看看百花村,百花村对面有个武装,是吧, 武装的话有自己贴上技能阶防村的风,对对面双防村的遏制还是比较, 遏制比较好的,是吧,然后对面破甲树,直接破对面大堂, 应该是要叠上对面大堂了,是吧,可以看到对面大堂, 然后再被黄泉自信抓了一下,减速的情况下,是吧, 可能还是比较快,不过对面,不过, 因为大堂比较悲劲,为什么比较悲劲, 因为这个百花村的运气比较好,是吧, 这个宝宝一直生,这个也不解释, 不过对面已经跑出两个宝货,不过感觉出两个宝货也要死, 因为大家都知道百花村的宝货非常给力,是吧, 而且几乎全是攻宝货, 嗯,这个宝货直接抱了个三千,直接抱死, 虽然打宝宝,宝宝非常给力啊, 一个抱三千把人打倒, 然后直接又抱了个八千,是吧, 又抱了八千,又把另外一只宝宝抱到, 嗯,甲祖的话, 公宝货基本都在六千去,七千去左右,是吧, 你抱个八千是必死无疑, 有的法宝货可能还没, 学法宝货有的可能还不如, 没有八千学吧,是吧, 然后百花村, 百花这个胡祖也很给力,是吧, 你抱我八千, 我要一个除恶暴,除了无限要把你宝宝打费, 嗯,我要一眼换眼,一牙换牙,是吧, 我死了我也不能让你好过, 然后可以看到百花村这个麦夜传, 是个力武装给刚才给自己加的野兽直立, 因为可能要把自己, 也不要把伤害最大化,是吧, 之前一直打防守战, 一直没有打出去, 归加了野兽直立的话, 应该是要选择蝶杀了吧, 选择蝶杀对面一速防寸, 是吧, 因为自己在没有速度有势, 讲完下, 蝶杀对面大唐和一速防寸, 还是比较好的选择, 把你大唐和防寸都点倒了以后, 你们压力大了以后, 我就好打了, 是吧, 最好是能让你们起不来, 这样就更好了, 嗯, 恶暴继续除恶暴, 大家可以看, 杀恶宝宝, 运气好的话, 打对面非常痛, 如果运气不好, 你就是一个, 你就是个血药, 是吧, 你给对面加个大镜, 可以看到宝宝还是很给力的, 继续除暴, 把对面叠杀放碎成功, 叠杀放寸和那个大唐斗成功, 然后教主继续用分身术, 对面估计放寸是想等毫毛吧, 看看毫毛能不能去发起, 能不能又, 看看毫毛给不给力, 是吧, 大家知道这毫毛非常, 是个, 自从修改以后是非常给力的发毛, 以前估计没人, 以前的放寸, 都不屌毫毛, 毫毛什么东西可能都不知道, 可是修改了以后毫毛就是很给力, 毫毛给我的感觉就像姓春哥一样, 是吧, 满血满, 满状态不过, 是吧, 原力复过, 感觉和姓春哥一样, 可以看到对面, 这双方叠杀的节奏还是很像的, 你叠杀我放寸大唐, 我也要叠杀你的, 我也要叠杀你的异族放寸, 是吧, 所以, 然后不过对面那个大唐中的那个降属性, 是吧, 我估计如果不降属性的话, 就应该叠杀成功了, 因为这个大家可以看到, 夜窖, 这放寸的血还不是很多的, 是吧, 还不是非常多, 然后对面那个也把, 然后对面也一个塔, 是吧, 直接把那个, 直接把那个降属性剪掉, 然后, 百花城对面花生也舍了一下放寸, 因为害怕放寸死, 是吧, 因为毕竟对面, 如果自己放寸死了, 就没有控制对面节奏的了, 而且自己本身速度, 没打扰一速, 确实又而就结, 然后难道殿杀对面二组放寸了吗, 是吧, 因为给对面个消死亡, 然后破甲数继续, 大家可以看到百花生米四殿杀之前, 这前奏, 那个前奏和前契做的都比较多, 是吧, 什么各种, 什么降你防御了, 什么消死亡, 什么各种一顿丢, 是吧, 可是可以看到, 对面方寸还是比较, 对面方寸还是比较扛打的, 是吧, 因为边的牛卡需比较多, 迭杀不知道会不会成功, 是吧, 一直处保护, 不知道百花生米派了极致宝宝点, 嗯, 不错, 这个宝宝很给力, 又爆了三千多, 直接把对面方寸爆倒, 是吧, 小死亡倒, 这面对面有点北极压力比较大了, 是吧, 因为自己, 自己控制节奏的话, 已经比较吃力了, 是吧, 双方寸控制节奏比较吃力, 但死了一个方寸的话, 如果这次叠杀成功的话, 对面就应该, 对面就只能说是雪上加爽, 是吧, 只能说雪上加爽, 因为自己本神二手放置已经倒了, 一手放置能再打的话, 就控制本神, 对本神百花生的节奏打这么, 百花生本神打得这么暴力, 是吧, 虽然只有1.5个暴力, 是吧, 因为力武转和大唐, 算是1.5个暴力, 1.5个输出吧, 不过百花生的宝不这么给力的话, 应该跌杀还是比较容易的, 是吧,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,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, 是吧, 对面那个二手放置变牛卡都死了, 是吧, 所以叠杀一直放置变个无中间卡, 叠杀应该不是什么问题, 可是感觉叠杀可能失败, 是吧, 然后直接转移目标了, 直接转移目标, 直接转移目标到大唐, 是吧, 百花生叠杀, 一个不成了叠杀另外一个, 是吧, 可是这谁也没有叠杀死, 刚说叠杀不死, 你就把它叠死了, 你是不是不给玩到个面呢, 过来砸场呢, 是吧, 不解释, 然后可以看到对面, 对面也被犹豫二手放置变倒, 一直本来处于降时状态吧, 双方都有叠杀, 都有护点, 都会像青宝宝, 是吧, 打得比较紧凑, 可是二手放置倒了以后, 感觉自信就稍微不够了, 是吧, 心心上就稍微落下一点, 是吧, 可以看到这个无中的伤害不低, 是吧, 打宝宝, 烟雨剑法的话, 也能打个五千左右吧, 是吧, 不过五千左右的话, 对宝宝来说, 对宝宝来说, 还是上很上的, 是吧, 对人来说, 可能压力不是那么大, 宝宝必定放比较低, 大人的话就毕竟那么痛了, 是吧, 不过我感觉打个放层打大堂, 应该还是能打出些血量的, 然后对面地府直接毒, 稍微回复一下, 因为毕竟自己压力很大, 是吧, 而且百花唇没有停, 是吧, 在自己有有势的情况下, 继续使用, 继续叠杀, 是吧, 继续给对面消死亡, 而且这个小死亡叠杀不死, 不害怕, 是吧, 本身只要你中了小死亡, 就是对, 就是一种威慑力, 而且, 而且对面比较重, 对面直接一个五龙, 是吧, 把小死亡解掉, 这样叠杀的话, 我也能起来了, 就不怕你点了, 可以看这个狂暴, 小猫的狂暴, 直接劈miss, 因为花生敏捷高, 是吧, 山路肯定高, 不过你miss没有用啊, 你皮一个皮miss, 后面还有两个, 是吧, 看他对面那个房子, 姓春哥了, 是吧, 连续两个房子, 都, 连续两个房子都姓春哥了, 都用, 都用好猫写来了, 是吧, 嗯, 很好, 你这个春哥心里好啊, 其实你可以不姓春哥, 是吧, 你改姓玩到个, 姓玩到个, 跟你中个大死亡, 小死亡都得起来, 是吧, 这个玩到个扯下蛋, 是吧, 玩到个就爱扯蛋, 扯蛋的人生不小解释, 是吧, 然后花生直接加个一位独奖, 继续打, 继续把自己速, 让自己速度快点, 是吧, 因为现在复杂品的就是速度, 有速度, 有速度就几乎, 只要你速度快, 是吧, 你几乎就能赢了, 就能赢了70%的, 是吧, 如果你拿下缝隙和物理移速的话, 这场比赛几乎就是赢了, 可以看到对面, 这个宝宝反正给了, 又抱了4000多, 防身可以看到两个防身, 两个防身确实比较脆, 虽然变了牛卡, 不过也是顶不住百花生的宝宝的位置, 是吧, 可以看到宝宝宝确实非常暴力, 打到对面两个防身起不来, 很悲剧, 如果是玩到个现在的话, 如果是玩到个, 如果是玩到个的话, 面对这种被动情况, 应该先稍微控制一下吧, 是吧, 因为稍微控制, 如果是玩到个的话, 可能会想到控制对面武装, 是吧, 或者是对面, 不是, 可能会想到控制对面这些教育, 或者对面大堂吧, 因为虽然这个狐狐岛方面, 占据这速度的优势, 是吧, 可是百花生依靠紧凑的电厂节奏, 是吧, 和宝宝的超张暴力发挥, 是吧, 打到对面还不起头, 是吧, 可以看到对面奉的命中率, 奉的命中率, 命中率还好, 感觉百花生的命中率稍微那么高, 那么一点, 是吧, 而且百花生刚开始宝宝神的距离力非常高, 可以看到百花生宝宝还不错, 虽然对面两个防身死了, 都用豪猫起来的, 可以说是运气也不错吧, 可是和百花生宝宝神, 宝宝神来说还是不值一提, 是吧, 因为之前百花生宝宝连续神了好几次, 是吧, 可以看到对面直接丢了个五回, 哎呀, 这个宝宝之前抱了四千多, 这回抱了六千多, 去面放弃非常悲剧啊, 是吧, 而且是中的小死亡倒的, 可以看到宝宝一直打你的尸, 宝宝打你的尸体, 宝宝点在你的尸体打, 是吧, 宝宝点在你打, 你现在上, 你伤加不起来, 宝宝点身就非常容易, 可以看到对面压力非常大, 伤加不起来, 血顶不上来, 是吧, 而且对于, 而且百花生宝宝的小死亡节奏非常紧奏, 不给你传奇的机会, 所以大家都知道, 百花生宝宝没有法系嘛, 压制尸体不是那么容易, 是吧, 不过百花生依靠地府的小死亡, 成功能守住尸体, 是吧, 对中的小死亡, 你倒了, 你就倒了的话, 就起不来, 嗯, 而且命中率的话, 还超越大死亡, 大死亡的命中率这是不解释, 虽然大死亡很坑叠, 是吧, 不过小死亡的命中率更坑叠, 而且现在是神器横行的时代, 是吧, 神器横行的时代, 点杀非常容易, 而且现在是点杀的时代, 神器横行的时代, 就, 神器横行的时代, 就把地府的小死亡的勇事给显现出来了, 是吧, 可以看到现在几乎, 现在几乎每个强服, 是吧, 都有人租三巨头配合地府, 是吧, 人租三巨头就是放顺, 花生大堂, 然后配合地府, 然后再配合西大什么什么种种的七八道的是吧, 几乎你就可以上去打复杂了, 可以看到, 现在因为百花村的经济实力, 现在都不解释, 是吧, 可以看到百花村大家都知道, 那个卫少非常有钱, 把百花村各种神器, 还有是吧, 叠杀非常容易, 配合让地府小死亡, 我不用法系能成功压制住你的尸体, 是吧,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方寸的, 可以看到百花村的方寸, 用的是非常灵活, 是吧, 而且作用非常大, 为什么说作用非常大, 因为大家知道, 它可以起雪等, 起蓝等, 是吧, 缓解, 缓解辅助的压力, 而且它还, 而且它还能奉人, 大家知道日夜乾坤的话, 就是那个五无状那个套的是吧, 大家都问它叫套的, 什么套的我就不解释了, 反正大家都问它叫套的, 反正五无状这个套的非常恶心, 三缝是吧, 物理, 法处, 特技都缝, 而且五无状, 而且现在百花村的, 而且百花村还是力无状, 是吧, 而且是迷无状的洗净版卖, 缝的还挺准的, 是吧, 这场比赛是吧, 缝了几次没有中, 不过之前的比赛, 跟着缝的名中率还是很高的, 而且百花村能缝, 能关系辅助压力, 而且用眼影剑法打人还非常痛, 是吧, 之前百花村的比赛都可以看到, 百花村的无状伤害也不低嘛, 是吧, 打人也非常痛, 可以看到, 它是能补倒, 能跌杀, 能轻宝宝, 是吧, 能还解辅助的压力, 能还解辅助压力, 而且还能控制, 而且它控制不错, 它还能反控制, 为什么这么说呢, 因为现在福战的格局, 总是以防寸为主缝, 是吧, 无状还能结防寸的缝, 无状能结防寸的缝, 大家都应该知道吧, 无状的技能结防寸的缝, 是吧, 所以说百花村的无状, 确实用着灵活小妙, 战术多变, 控制反控制, 缓解缓解辅助压力, 是吧, 而且还能跌上, 还能轻宝宝, 所以说这个无状几乎是全能的存在, 而且百花村把这无状利用的非常好, 而且可以看到百花村这个无状, 速度奇快, 是吧, 速度奇快, 有时候比辅助还坏, 有时候比对面辅助还坏, 是吧, 这样的话, 我可以控制你是吧, 也可以就是比如用静静随静, 清自己是吧, 保证自己出手是吧, 而且这个无状杀害也很高, 所以说百花村这个, 百花, 而且所以说玩到个感觉, 百花村这么强, 这么独光, 跟他们这容易关系, 跟他们这个, 把无状这个助用发挥到极致有关, 是吧, 可以看到百花村这个阵容就非常全面了, 配上一个这么全面的无状, 人独散剧头, 加上地府的脚死亡, 就是控制点杀, 是吧, 预防控制机和预防, 百花村这个阵容虽然没有, 之前刚才说的, 虽然没有法医控制, 可是不需要控制, 只要我有地府脚死亡, 什么都有了, 然后可以看到对面, 拉出来一个宝宝, 叫什么臭相一点, 是吧, 你打的是, 百花村给你, 给你打的真臭相, 可以看到百花村, 百花村这个, 百花村的宝宝确实, 百花村的宝宝确实也高胜, 高速其他福气一筹, 是吧, 因为大家走在吸血鬼的时代, 百花村已经集体把宝宝换成豹子了, 宽容狂暴了, 但因为大家都知道, 百花村的, 百花村的宝宝非常强, 是因为豹子的话, 纸子成长都比较好, 而且内战数量也多, 是吧, 可是其他服务器, 没有时间精力和金钱换宝宝吧, 很多服务器不舍得, 换掉自己的成品吸血鬼之类的, 是吧, 而且大家可以, 不过可以看到百花村, 是吧, 这什么宝宝, 就全换成豹子了, 是吧, 那个, 那个千速宝宝都换成豹子, 而且, 法宝宝的话, 大家, 之前玩到个在那个1717赛上面, 看到了一个百花村, 那个宝宝一个法宝宝属性, 是吧, 万血, 900多的灵力, 是吧, 可以看到这个宝宝是非常变态, 而且几乎一点灵力没加, 估计全是靠, 自己的法子成长, 还有宝宝装备的加成, 是吧, 就达了900多灵力, 几乎加的全是血, 然后可以看到对面也比较悲催, 为什么说比较悲催呢, 想用宝宝打, 打阿兴放村的, 所以可能大家抖音才知道, 放村的睡修改了以后, 必须打40点血以上, 你才能结醒, 是吧, 对面刚才打了23点血, 这就差那几点伤害就打不醒, 对面确实, 那不解身运, 而且玩到个发现幸运女士, 往往站在百花村里边, 百花村的运气确实非常好, 很多人都说, 不过可能是百花村的那个强大的硬件, 是吧, 因为现在百花村确实是大火服器, 是吧, 因为百花村的强大的硬件, 是吧, 强大的硬件, 暴力的输出, 可能把自己的运气和自己的, 和自己完美的智慧, 几乎都掩盖住了, 是吧, 因为大家提到百花村, 第一印象只是他这个火星硬件, 是吧, 对他的运气和其他, 是吧, 都不是, 不是很管督, 是吧, 不过百花村的硬件确实强大, 不过只是硬件强大, 想夺冠军也是不可能的, 是吧, 因为运气, 实力, 知会都是缺一不可的, 是吧, 能拿这么多冠军, 能连续拿冠军, 也是对百花村实力的一种, 对百花村实力的任何一种认证吧, 是吧, 可以看到对面, 百花村可以说是对成功复仇的, 是吧, 依靠自己紧凑的小死亡, 跌杀节奏, 一直不停地跌杀小死亡, 打乱你的节奏, 是吧, 虽然你速度快, 你风气, 物力速度, 你在我面前, 在我面前都是负瓶, 是吧, 你都起不来了, 你怎么跌杀我, 是吧, 可以看到对面, 重小死亡的小死亡, 那个重降属性的降属性, 而且可以看到, 这个乌装真是非常快, 是吧, 就是点着你的大堂的尸体打, 给你起来, 几回都不给你, 而且降属性, 大家可以看到, 地府的降属性降的还很上呢, 是吧, 而且配合宝宝, 估计他也这个轮回, 快轮回, 轮回这个地府, 估计快挂了吧, 是吧, 然后对面直接拉出了孩子, 就消失的吧, 难道你是辛巴吗, 是吧, 辛巴达都知道吧, 就是的, 可以看到对面百花村的武装, 就是顶子你打, 是吧, 顶子你打, 可以看到扫宝宝非常腾, 七到两, 第一到两千, 第二到两千吧, 然后最后一到四千啊, 对面孩子有鬼魂, 是吧, 是个小鬼魂孩子, 估计一会儿才, 一会儿也得起来, 有没有驱鬼宝宝什么的, 是吧, 赶快把这孩子搭费, 别让他再看清这世界丑的一面, 是吧, 大家可以看到, 这个孩子看到自己的父母, 是吧, 冰决的这么残, 哎, 就是, 我不想, 我不想, 我不想长大, 孩子已经这么小了, 这场比赛应该可以, 这场比赛应该可以做总结了, 是吧, 百花顿实然没有, 虽然被对方完全占据的速度就是, 可是依靠自己, 细致的连杀, 小死亡, 小死亡超高的命中率, 是吧, 而且, 有那个武装, 干扰对面的, 干扰对面双方的控制节奏, 所以说百花顿这场战术还是比较成功的, 对面, 对面输给百花顿也不丢脸, 是吧, 因为小死亡就赢一场了, 名声大噪, 是吧, 这场, 哎, 百花顿, 百花顿其实, 两个福气实力都差不多, 数赢都是清理之动, 是吧, 嗯, 这一场比赛, 还有谢谢大家支持玩脑哥, 是吧, 谢谢, 拜拜, 拜拜,